在进行较大规模的人群检测时 对低风险人群 采用将五至十份标本混合在一起 进行初筛的方法 以提高核酸检测能力和效率 我是采用了五比一的混彩方法 即将五人编为一组 将五人的上呼吸道标本 包括口烟柿子和鼻烟柿子等 混合在一个采样板中 进行一次实验室检测 进行混彩时 我们将特别注意做好人员信息的登记 确保样本编号和被检测对象之间可追溯 若混检样品中发现阳性标本 由市疾控中心 根据样本的信息登记 快速找到相应人员 进行重新采样筛查 复检结果成异常的 由市疾控中心按流程进行处置 由市疾控中心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心